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对他是有点放松了 就是说虽然觉得他有点问题 好像在逐渐发展势力 一会儿征服这个 一会儿征服那个 但是明朝还是没有特别把他当回事 就没有直接的插手干涉 而只是用了一些间接的办法来 那个分化瓦解什么的 而陆罗盛在这段时间里面 也多有一边 可他的敌对部落战 一边一直维持和明朝的关系 他曾经六次亲自去北京进贡 所以在整个这段时间里面 明朝对他是比较放松的 觉得他可能会有点小问题 但是不会是个大问题 所以后来的确是一个 其实是明朝应该是很后悔的事情 但是当时有意思的是朝鲜 朝鲜和诺拉斯只有一江之隔 挨得很近的朝鲜和的 朝鲜对他比较了解 所以有一个资料 这就是朝鲜 这应该是非常真实的 因为是朝鲜的实录里面提到的 说早在公元1592年的时候 当时日本入侵朝鲜 明朝的军队 发兵去帮助朝鲜打仗抗窝 当时诺拉斯曾经提出来 要求参军 要求去打日本人 不知道真的假的吧 反正他是这样有这样一个表示 明朝还真的去问朝鲜 说这个人要来帮你们打日本人 你们欢迎不欢迎 结果对方的回答是若然则我国灭亡以 就是觉得好像朝鲜怕他比怕日本还厉害 结果在朝鲜的反对之下 明朝也没让他去 是历史真是没有办法假设 如果当时明朝他去了的话 不知道后来会怎么样 那个就是另外可能会 如果明朝后来要看到 想到这个情况的话 应该也是会很后悔的 应该让他去就好了 反正最后他也没去 没去他就继续在东北的地方 势力不断强大 所以后来朝鲜有好多资料提到 朝鲜的大臣和国王对话 都提到的话 说这个人不得了 将来肯定是会成大业的 说相当厉害 不是一般的那种 过去的女子那些酋长的水平 要更高 说观其所谓殊非寻常之乎 又说此贼罪和律 就是这样的资料 在朝鲜的时候里面多次出现 就说明朝鲜的这个比较了解 那么在诺尔哈赤 这个不断的强大 和那个征服女征戈部的同时 他也有 就是一边也进行这种国家机构 国家政权的建设工作 这当中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八旗制度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这个学青史 必须得了解这个八旗 这个这样的一套东西 这是 也是后来满足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组织和管理单位 一套基本的那个管理体系 八旗呢 八旗就是说 反正就是那个八 就是把所有的人分成八队了 这八队每一队有一个 有一面旗帜作为标志 这个八个旗是不一样的 就简称八旗 具体来说呢 它是这样的 它是以三百人为单位 三百人叫设立一个牛路 五个牛路设立一个贾拉 五个贾拉设立一个顾山 这就是这个三级机构 牛路 贾拉 顾山 这个要说一下 这个其实它这个管理单位 这套组织和那个什么是一样的呢 和比较像的 就是蒙安谋克 大家可能还记得蒙安谋克 就是经朝的那个 蒙安谋克也是三百人一个单位的 蒙克三百人 但是它上面是十进制 三百人上面就是三千人 三千人一个蒙安 它只有两层 蒙安下面是蒙克 这个就是比较简单 而这个制度呢 牛路 贾拉和这个顾山 就是它有三个级别 就是旗下面还有两级 这个不太一样 但是它是三级制 那个是两级制 另外呢 清朝的这个八旗呢 还带有一点点纷纷的色彩 这个好像在清朝的女真 蒙安谋克那边不太明显 而清朝这个很明显 就是说 它始终让它后来是把八旗 是分别交给自己的儿子 侄子 就是一些家里面的人来管理的 它带有一点纷纷的色彩 它自己管几个旗 然后呢 有几个旗就交给儿子们管 当然这个也不是很固定 有的时候谁犯了错误 就把它剥夺它这个权力 让别的儿子来管 带有一点分纷制 所以后来这八旗 有一阶段也成为一个 对皇权的一种一种约束 所以后来清朝的皇权 又费得很大劲 又把八旗的那种 这个权力又尽量地 都收到自己手里 这个是后来的一个事情 但一开始呢 它就是 因为诺查治 当时它的地位是没人挑战的 所以它的权力很大 它虽然是直接只管几个 不全管八旗 但是它通过间接的手段 或者是 就凭它个人的权位 它想管那几个旗 也是没有问题的 八旗就是和我们讲过的 小数民族的那种管理体制一样 就是兵民合一的 这个 平时的生产 什么赋税 这种组织管理 到打仗 征兵 反正整个这一套都是用这一个系统 那么这就是八旗 八旗呢 一开始有四旗 它后来是翻了一番 变成八旗的 翻了一番 就是把前面那四个旗 这每种旗加一个边 就成了什么 相黄相白 相红相蓝 前面那个就成为 整黄整白 整红整蓝 另外呢 这是八旗是 主要针对满族来制定的 但是呢 后面 再往后也编制了蒙古八旗 和汉军八旗 就是把一部分投降 它的蒙古人 和一部分 主要是在关外的时候呢 投降它的汉人 也按照八旗编制来了 所以说是八旗 其实是24个旗 但是八旗是以满族的 满洲八旗为核心 而那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都是附带在这个满洲八旗之下 所以八旗的核心 还是满族的 这样一个组织 还有就是创立了文字 因为那个 本来这个 在那个 金朝的时候 女真人是学有女真文的 那女真文还是方块字 但是那个日久天朝 那条文字就已经 大家不会用了 在明朝建国之初啊 当时东北女真人 给明朝的中央上奏章 还用过那个女真字 女真文 但到了明朝中叶 好像就已经 就不知道为什么断掉了 所以当时那个 还专门跟明朝说过 说这个我们以后 这个女真文 这个就不能用了 因为我们没有人会用 那么到这个时候呢 这个诺尔哈是建立了 新的政权呢 它是建用了蒙古文 就是用 建用了蒙古文的字母 来拼携这个满语 这样的话 创立了这个满文 就是满文的字母 和蒙古文的字母 基本是一样的 但是满文又有两套 第一套比较简单 就是后面有一套 就是所谓的新满文 第二套和第一套的区别 就是加了一些那个 就是在那个字母的外侧 加了一些圆圈和圆点 可能用来标出不同的读音 这样的话就是读起来更加方便 就是每一个就是那种 就是标音的那种功能 就更加明显和更加的准确 反正就是这两套 第二套更加完善一点 就是这个满文 这就是 这也是当时 不如它是建国的一个 也是国家建设方面的一个内容吧 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些背景之后呢 一方面征服女真各部 一方面又在内部进行这种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所以到了公元1616年的春节这一天 他就正式称汉建立了后金这样的一个国家 那么当时呢 他的称号叫大英明汉 这是用满文来表述的 就是大英明的汉这样的一个词 那么后来清朝的始终里面呢 称之为富裕列国英明皇帝 就是其实严格出来的 他一开始不能称为皇帝 他就是一个民族政权的时候 他应该主要是叫汉 但是后来呢 清朝也就把它翻译成皇帝 当然这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就在诺尔哈世这个时代呢 首先应该说他不能严格的称之为一个皇帝 其次呢 他还不叫清朝 他这个时候一直没有清朝这个称呼 第三 他这个民族也还不叫满族或者满族 他还是叫女真 这些什么清朝满族或什么皇帝 这些称号都是在他以后下一个皇帝才完成的 这就是这个后进建国的情况 好 下面我们要讲这个民清战争 就等于他建立了国家以后 后来难免的就要和不可避免的要和这个明朝 形成冲突和那个矛盾 当时呢 反正明朝也已经国势衰弱 所以后来就 诺尔哈世也并不是很怕他 所以后来双方就决裂了 就开始那个进行了一段二三十年的 差不多将近三十年的一场战争 这里面两个问题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在诺尔哈世这个时期 主要就是萨尔虎士战争多辽审 这个是诺尔哈世这个阶段的事情 下个阶段就是皇帝籍时期的清朝时期的发展 就是清朝的关外两个皇帝 一个诺尔哈世一个皇帝籍 他们的那个有一些阶段的不同 这个我们就分别讲一下 首先就是这个萨尔虎士战 我们说萨尔虎士战是1619年 那这次战争呢 是一个很关键的战役 就是说诺尔哈世一少胜多 打败了明朝的四路大军 而且打的明朝就是很长时间里面 他再也没有力量来组织一次大规模进攻了 可以说是一次决定性的大仗 这一仗如果诺尔哈世打败了 那他就完了 那就等于是以后的历史他全没有了 但是他打赢了 这一仗呢是明朝的进攻 而明朝的进攻呢 是起因于诺尔哈世 首先和明朝决裂 和明朝翻脸提出了 首先他是首先去打明朝的 他先发制人 因为他在积聚了力量 比较长时间的力量之后呢 他称了汉 一直到他称汉都没什么问题 虽然称了汉呢 也主要是在国内这么叫 国外就是圈外的人不太了解 明朝更是糊里糊涂 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也没当回事 当然他在称汉以后呢 他还发布罪状 发布西文 讨伐明朝 就是直接就和明朝 那个对抗 去进攻明朝的这个城市 这个明朝就吃不消了 那当然就要来打他了 再麻痹也不能 继续没有反应了 所以这个 萨虎之战的起因 是诺尔哈世呢 主动向明朝进攻的 进攻的时候 诺尔哈世还发了一个西文 叫七大恨 这个很有名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他要做宣传 就是我为什么要去打明朝 煽动这种民族情绪吧 在他的这个政权内部 反正有这样的一些 那个目的 七大恨呢 这个 主要讲一下 这个七大恨 是因为这个 这个事儿也还是比较重要 等于他当年建国 跟明朝开战 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 最早的这么一个习文 这样的一个借口 到底有哪些理由 他提了七条理由 基本都是 就是一个是 就说明朝 你们当年那个 杀害我的父亲和祖父 第二个是明朝 你对于女尊这个各部 一向是采取这种欺压 这个掠夺 和挑拨离戒 分化完结 这些这样的一些手段 你不阻挠我们的发展强大 而且反正就是说 有些民族压迫吧 而且还有一些这种 这种 分化完结的 这样的一些手段 属于我们人物客人 决定和你大干一场 大干就是这样的一种内容 但是七大恨是这样的 他在清朝有多种版本 特别到了清朝入关以后 后来清朝关修史书 也都是提到七大恨 但是那个和最早的版本 已经差别很大了 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在七大恨的最早的版本里面 他是承认 对明朝的臣服关系的 那么现在我引的 就是这个比较早的版本 这个大概就是说 在后来那个 明朝和清朝打仗 清朝在东北地方 也善发一些传单什么的 就是所到的处吧 就是那个 有些宣传品 这是在比较早的东西了 那这上面列的七大恨呢 应该是比较接近也冒的 他第一条就是说 他说我祖宗以来 与大明看兵 终顺有明 就说我们本来都是明朝的 臣服于明朝的 但是明朝也太不像话了 你这个仗是什么 反正就是欺负我们 所以后来 特别是把我的那个 父亲祖父都给杀害了 所以我要起兵 他讲这个 因为他讲了这个 什么终顺有年 这个又说 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 终顺已久 忽然被他们无罪加害 那这些内容呢 到了清朝的时候 那些书里面的七大恨 就全部把它改写了 清朝就要把这个 当年的这个 这个建州与战和明朝 写成一个完全不相干的 两个决队国家 不把它写成一个 当年是一个臣服关系 一个朝共关系 就是他要抹杀这个历史 所以这个是 如果我们看以后 清朝的时候会很不一样的 但这个是比较早的一个本子 他那个七大恨 很有意思的 他里面切列了好几条 比方说有一条就写 说那个 明朝挑拨 说当年那个 就是我们说这个 海西里珍嘛 不是 就是除了建州以外 还有海西里珍 海西里珍 那你注意一下 有一个叶赫部 这个叶赫部呀 我们知道后来那七太后 其实他的祖先 就是叶和那拉市 这是叶赫部的后代了 叶赫部当年是很强的一个部 后来明朝就扶植叶赫部 就想对抗这种哈赤 当然最后叶赫部 也没有对抗的城了 叶赫部呢 很早就要把他们部的一个 求长的一个女儿 嫁给这种哈赤 据说是一个美女 还很漂亮的 但是呢 都已经说好了要嫁她 也订了婚约 也送了一些聘礼 但是后来就 就一直 这个婚姻就一直没落实 为什么呢 因为双方后来关系有点僵 据说明朝也在后面操纵 反正最后就 这个大概这个女孩 十几岁就 要再给那种哈赤 托到三十多岁还没嫁 在那个时代就是很老了 所以最后 而且到最后 叶赫部和那种哈赤 完全翻脸 就不嫁她了 就把这个女孩 嫁到蒙古去了 嫁到蒙古 后来没多久就死了 她嫁到蒙古 最近三十多岁了 就已经很老了 所以这个在满足 在清朝早期的指导里面 也是一个重要的事 就是说 这是一个仇 其他人们有一项 就是这个说 说你明朝 在背后 坐手脚 挑拨离剑 这是不是和明朝关系 有多大也不好说 反正它不是 这样算的明朝头 说你挑拨离剑 害得我们 我已经聘了一个姑娘 十几年不能过来 和结婚 变成一个老姑娘 所以这是一大厨 所以不行 我不想把你报一下 所以这个在各种 清朝的早期的史上里面 称之为叫做 夜赫老女事件 这是很有名的 就是如果去看 清朝的早期的书 都会参加夜赫老女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在这个 三二号主战当中 当时明朝是 一看中了还是 这个石头比较大 也做了认真准备的 也调集了 花了一年时间 调集了十万军队 号称四十七万 又从朝鲜 从蒙古 包括这夜赫都调了病 按说这次 是明朝之前必得的 但是由于这个指挥的一些问题 包括地形不熟 包括指挥的一些策略的食物 包括这些大将 配合不好 所以最后被弄了哈赫 以少数兵力 各个击破 这四路军队 有三路都被他 打了一个 抓住时间差 就他的一支部队 连续三天 干掉三路民军 第四路 就是这一路是没打 就退回去了 这样的话 最后进攻 以明朝惨败搞 而且明朝一下 就搞得半军缓不过来 因为明朝被打这一仗 准备了一年时间 当时明朝财政也比较紧张 其实并不容易 但是这下打败以后 就一时半会 他是没有力量 再打第二次了 他就开始进入一个 被动防御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么这个被动防御 那么下面就是 诺拉市要进攻了 你看下面就是 诺拉市相继 就是一步一步 从东往西推进 他先占领了 辽阳和沈阳 然后又渡过辽河 往辽宁中部发展 占领了今天辽宁中部的 广宁和益州 这就是比较靠中间的地带了 就等于把明朝的力量 一点点往后压 当时呢 这个时候 已经是到了那个万历末年 到了那个明朝天启年间了 就是当时明朝也是形势很糟的 一个是那个 皇位就 更迭 那个政治形势比较动荡 党争非常激烈 又后来又出现了东陵党和燕党 就是宦官对东陵党的大镇压什么的 就是对付的形势一团糟 所以在外围呢 这样的一个边防方面呢 也是反正没有能够及时的 制定出比较合理的对策啊 包括在用人呀 指挥方面都有一大堆问题 所以最后被弄人还是步步进逼 就把这个辽和以西的 那个辽宁中部的 今天辽宁西部 辽宁东部的大片地区全部丢掉了 只能在辽宁西部这一带 辽西地区抵抗 一点一点往后退 一直到最后 当时的形势实际上是这样 基本上差一点 那个关外就要全丢了 上海关以外就要全丢 但是呢 幸好有那个袁崇焕 就是明朝后来 比较著名的大臣 他是比较能干的一个人 他是坚守宁远 他要在关外 他说不能 如果把关外全丢了 那就非常危险 就等于你只有这一条防线了 在关外必须还要再 只好还能构筑第二条三条防线 所以他要坚守关外的宁远 而且为这个 在这个建成当中呢 也费了很大的 做了很大的准备工作 最后呢 那个诺尔哈赤呢 在1626年 是同领大军来进攻宁远的 打了个大败仗 被这个袁崇焕给打败了 而这一张呢 败的也比较惨 所以他好像还受着伤 回去以后 也就是半年左右就死掉了 可能也和那个 心情啊 什么各方面都有关系 反正就是 那时候他也比较老了 他就死掉了 所以这一张是 明朝暂时又转为维安 要不然的话 就会明朝的灭亡 可能还要更早一点 没有这一张 就是这个宁远 宁远呢 那个当时的那个 有朝鲜的那个使臣在宁远城里面 他们曾经看到了一些作战的情况 他们后来写了一些报告给朝鲜的国王 也可以 反正就是当时用了 主要就是用了 好像比较厉害的 就是用了炮 特别是用了那些 经过那个欧洲传教士帮助制造的 叫做红衣大炮 这样一种射程比较远 杀伤力比较强的炮 这个炮呢 那个当时这个清朝就是 军队还是没法对付 所以他败的比较惨 因为过去的炮啊 我们就说明朝的炮呢 它有个什么问题呢 明朝的炮它是 制造的技术不太好 它射程也不远 打得也不准 而当时的那个西洋大炮呢 在这方面都已经比明朝的炮强了 所以后来这个炮 后来明朝这个炮就付了很大的改进 另外呢 过去明朝的那个炮呢 它都是那种炮台设置 都是那种很直的 直直向前设 这种炮呢是不行的 它就说它只能打到那个 就是说固定的位置 太远你打不着 它如果太近 你打得过去了 所以就那个 其实那样的炮不行 那么在明远的时候 大概就已经有了 感觉说它炮的布置是这样 是斜的布置炮台 这样它会成为一个交叉的火力网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炮的体系比较管弱 过去都是直着烧钱的 反正只能打着一条线 它没过来之后 你打不着它 它万一冲过来 你再打它掉到后面去了 现在的话呢 你这个不同的 就是合理的搭配这个炮台的位置 而且它那个和不同的方向 它形成一个火力网 这样的话呢 会形成很有效的防守 这个后来就是清朝吃这个亏 后来吃了不少 就是很长一段时间 你们跟明朝作战的话呢 工程就是很受影响 但是后来清朝也很快 发展很快 因为清朝后来 招降和收编了一大批汉族军队 那帮他们做炮 所以后来清朝很快 自己也有炮了 就这个 所以后来 按说明朝本来在武器上面是有优势 但后来这个优势呢 也没有能保持很久